有些三角煤水也控了,磷酸二清甲也喷了,但是就是不开花 也有的花友希望通过给三角煤剪汁的方法让它多生分支 但是呢,给它剪完汁以后发现,它还是只生了一个分支出来 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 花友们大家好,我是风嘎花卉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解答一下花友的这两个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给三角煤控水和喷噬磷酸二清甲以后 还是不开花,受很多的因素影响 比如品种的问题,光照的问题,肥料的问题 还有实际的选择不对 今天咱们就先讲一下最后的这个原因 也就是通过枝条的生长情况来判断这个时间给三角煤催花 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想让三角煤开出这种只见花不见叶的状态 最好的季节,一个是在秋季,一个是在春季 其中秋季是给它剪完汁以后 还没有发芽以前,就开始给它控水 但它一开始发芽,出来的就是花苞 这是一个最佳的效果 春季最好的时机是,在气温刚刚回暖以后 它的老枝条上面刚刚发芽,就带有花苞 这也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但是,不管是哪个季节,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的花苞,大多数都是从这些老的枝条,木质花的枝条上面 刚刚开始发芽后就长出来的 我们通过这个小枝条就能够发现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枝条木质化以后 它先长出来的耐芽上面才会带有花苞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叶片的芽点处都会长出一个小的分枝 这个小分枝刚刚开始发芽,就开始长花苞了 如果是一出来的就是蒜芽 而且,它的长势还特别的旺盛 像这种情况是很难开花的 比如,像这一颗 像这种情况下的撒角梅 你现在就算给它控水,喷尸连销而清甲 也是绝对开不出花来的 这颗撒角梅是我邻居家的 它把它养的快要死掉了,拿过来让我给它抢救 刚刚拿过来的时候,花盆内的土堆得很高 尖尖的超过了花盆 而且,里面的土还是糖尼 我的判断是闷根了,所以给它侵略了出来 当时的叶子已经掉光了 现在刚刚开始发芽芽 所以说,三角梅不易中的过山 总的来说,三角梅控水 撮花的最好时机就是在修剪以后 或者是穿天发芽以前 这两个时间段是催花最好的时机 如果你不修剪想要催花的话 也要等到它的枝条木质化了以后才能进行 否则,像这种比较嫩的枝条 是比较难开花的 就算你给它通过控水 最后花包也是很少很少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剪枝的问题 给三角梅剪枝的目的 一般有两个 一个是为了保证它的柱形好看 把枝条截短 另外一个是为了让它多生繁枝 为以后开更多的花打好基础 如果是纯粹的为了柱形好看 而把枝条截短的话 什么时候修剪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修剪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多生繁枝 这个时候就不能乱剪 如果剪的时机不对 那么它很有可能又会只剩一个分支出来 比如像这一颗它叫梅 它的枝条都特别的嫩 还没有木质化以前是不能修剪的 还有这一颗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现在你给它修剪的话 它还有可能只剩一个分支 如果是非剪不可的话可以在这里剪 这个位置的枝条已经木质化了 就不受影响 再就是像这一颗它叫梅 它现在的情况既不适合修剪 也不适合脆花 因为它的花期刚刚过去 枝条也比较嫩 像这种状态下是很大脆出花来的 如果你现在给它修剪的话 一个是它发芽的速度会慢很多 再一个是也达不到让它多生繁枝的目的 因为这些嫩枝条的养分 储存的还不足 没有能力生耕的繁枝出来 再看一下另外一颗 像这个枝条长得比较长 而且它的枝条已经开始慢慢的木质化了 像这一颗再过几天就可以修剪了 好了 今天有关于三角梅脆花的时机和修剪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